历史上唯一打服阿泰斯特的人,打到阿泰斯特给他做小弟NBA是一个硬汉的赛场,是一个充满对抗和垃圾化的赛场,是一个互相肌肉碰撞的赛场,现役的铁血硬汉就比如巴特勒或是詹姆斯这样的球员,都是在赛场上有着强硬的比赛态度。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范围放得更宽,在NBA的历史上,有哪些著名的硬汉,那么肯定会提到诸如莫宁华来是阿泰斯特这些人的名字,而其中最大名鼎鼎的肯定是阿泰斯特了。 不过如果小编告诉你阿泰斯特被一个人打服过,你会相信吗?这个故事还要从2008到2009赛季的一场常规赛说起,那个时候的阿泰斯特还是火箭队的球员,也是当时联盟外线防守技术最好的球员之一,他在比赛场上最大的职责也就是防守对面进攻能力最强的外线球员。 而在一场个洛杉矶湖人的比赛中,阿泰斯特自然就被派去防守NBA历史上进攻能力最强的球员之一,科比·布兰恩特,在这场比赛的大部分时间,火箭队还是保持着对湖人队的比分压制,但是湖人靠着科比的发挥还是在顽强的咬着比分。 不过奈何队友不行,在比赛进行到了第四节的时候,也就是最关键的时候,阿泰斯特跟科比发生了冲突,起因是阿泰斯特在跟科比相位置的时候直接用胳膊架着科比的脖子,而大家都知道,科比可不是什么好脾气。 他直接一把,摔掉了阿泰的胳膊,随后阿泰斯特就直接,对着科比喷拉击话了,这个时候裁判也过来拉开两个人。 不过阿泰的嘴里,还是在不停地挑衅科比,但是科比只是冷冷地看着阿泰,而熟悉科比的球迷也都知道,当科比露出了这个眼神,那就要发生大事了。 不过很明显,此时的阿泰还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,比赛重新开始,阿泰就得到了一次持球冲击篮筐的机会,不过就在篮球快要被阿泰送进篮筐的那一秒,科比直接从后面,给了阿泰一个大火锅。 当然,这才是刚刚开始,随后科比又抢断了阿泰,而阿泰这个时候明显已经有一点不受控制,直接拉人犯规,不过这也阻止不了科比。 在后面的几个回合里,科比直接面对着阿泰打出了一个2加1,一个超远3分,一个挑篮,一个急停跳投,并且又抢断了阿泰一次,而这一连串的招数打完之后,胡人队已经反超火箭队6分了。 随后火箭队的教练赶紧让另一名防守汉将巴比尔去防守科比,不过还是没有效果,科比直接又一个2加1宣布了火箭队的拉击时间,而在后面的时间里,火箭队只能靠着犯规战术来牵制科比。 而此时的阿泰斯特,坐在板凳上,看着场上在拔球的科比,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副表情,完完全全被打服的表情。 在他激怒了科比后的不到10分钟里,科比一个人在攻防两端对他进行了肉体和精神双方面的摧残,随后在这个赛季的季后赛里,火箭队又和胡人队狭路相逢, 科比以一己之力对抗阿泰斯特和巴蒂尔的双人包夹,并且送火箭队回家过暑假,而这两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, 导致了2008-2009赛季结束阿泰直接投奔胡人队,甘愿做科比的小弟,在阿泰斯特的职业生涯里,基本上没有见过他对哪一个球员心服口服的,除了科比, 这个新秀赛季就撞断乔丹类鼓,奥本山宫变一个打一拳,一肘子打得哈登脑震荡的人,却是科比的狂热粉丝,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赞美过科比,甚至到了现在,科比已经退役了, 勒布朗·詹姆斯的出色表现让媒体大肆宣扬,詹姆斯比科比强仅次于乔丹的理论,阿泰斯特还在社交媒体上为科比说话,NBA历史上最强的四个人, 第一是科比,第二是乔丹,第三奥尼尔,第四张伯伦。